97MR防風防水軟殼外套限量上市 蝦皮賣場熱賣中 大家好我是小鈺 那我們的RTS到手啦 那我們還是簡介一下給大家 給大家看一下這一次的RTS到底如何 它這次的部分它的液晶儀表跟它的晶片鑰匙的部分 其實之前應該是改在這邊 然後現在還是用這個方式的話 我是覺得沒有到非常的習慣 那還好啦 那就是壓一下 它就感應到了 鑰匙我們現在就在前面 然後右轉開 然後開了以後它可以開車廂開油箱 車廂按下去就好了 然後油箱按下去以後會彈開 那大致上是這樣 那這個也是壓回去而已 那它好處是說它要轉回來才會鎖起來 它不會像之前的那個別家系統 它會自己鎖起來 這很煩 那這樣子你開車廂的部分就還好 所以它要轉回來它才會有 那開完車廂開起來以後 電門再往右邊轉一次 電門 這樣就會打開它的液晶儀表 它這次液晶儀表真的是蠻帥的 它整個有點做得像跑車風格的儀晶儀表 那它的功能是一樣 左邊這個TCS 按住三秒以後它會關掉 這個是我覺得它最好的部分 有TCS如果沒有這個按鈕 我真的很討厭 每次那邊按儀表按得要死 那這個按住的話它就會關掉 我是覺得非常方便 那開關一樣 這個跟KRV的一樣 PASS燈 然後方向燈 然後這個喇叭 然後配上故障燈 然後這些的 那功能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這個晶片鎖的功能 也差不多就這樣 那右邊這邊它有那個USB2.0的快充 然後其實 杯架部分非常非常的大 杯架這個手機架這邊 敷的非常非常的大 那當然發動起來以後呢 儀表 無聲發動儀表以後呢 大概就是長這樣 會有轉速 然後兩邊分開來 然後有三種模式去切換水溫 油 電壓這種東西 那功能是差不多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燈 然後它兩顆陰眼魚眼的大燈 亮起來大概是這樣 旁邊就是它的燈眉 然後它的魚眼大燈 那它開遠燈的話呢 它會這樣子跳 純粹只是燈了 它不是單眼的 它這樣子純粹在跳而已 那它的方向燈呢 是屬於這樣子旁邊在閃爍的部分 那其實是還好啦 那我們現在看後面的部分呢 它的方向燈是下面這兩條小的 其實在後面辨識度非常變得小 那還是看得到 然後這是它的尾燈 那中間是煞車燈 那其實在這個尾燈上面呢 看起來呢就是比之前的好很多 因為之前是耳朵 那耳朵的部分呢其實不是很漂亮 大家都會想改進去 那這次它在改在裡面的部分呢 其實是蠻好看的 然後接下來坐墊的部分呢 它這次有做不一樣的紋路了 所以它中間是擠皮這部分 然後旁邊這個紋路呢 是有做防滑皮的部分 所以它側邊是防滑 中間是擠皮 然後車廂打開來呢 車廂是非常非常的大 這個車廂非常的大 基本上放一頂全罩室是沒問題的 車廂非常大 然後它後面這邊有一個蓋子 應該是水箱在檢測的蓋子 我們等一下拆開來看就知道了 然後這次分離式的後扶手 空濾傳動蓋 然後水冷 排氣管 好 大概外觀大概就這樣 其實發表會的時候 都已經有看到了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油杯的部分 那二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去把它拆開 好 好 我們已經拆開來 那拆開來我們一樣跟大家簡介一下 那它這個部分呢 頭的部分我是沒拆啦 不過它這個總磅呢 在這裡 然後又開這個殼 之後如果有要改總磅 會很麻煩 因為雖然可以外漏 可是這個殼會漏一個空 那可能又要請那種 補殼 升電 等等的去補了 那我們到時候 油要改的時候再處理 先不管 那這個總磅直接外漏 好修啦 我如果要換油啊 那些是好修好處理啦 那它的儀表也是整顆的 那頭的部分我就沒有特別在拆 因為它裡面沒有什麼燈啊 沒有什麼儀表 電池在前面 所以它電池在前面的情況下呢 它後面是沒有電池 那這個電池在前面呢 重量比在前面會比較好 那保險師也在前面喔 所以說 你如果要查保險師的話 應該在前面這邊 然後喇叭現在變成很小顆 非常小顆啦 那算還好 那下面呢 這部分呢 是ABS的控制盒在下方 所以你的油管就要從上面拉下來 它的ABS的控制盒在下方的 然後這邊是USB充電的線啊 然後那些的 那這個我們現在有傳底的部分呢 它是已經拆掉 所以它是有傳底保護的 那這個三角台是鋁合金的喔 這個光陽大部分都鋁合金三角台 那光陽的詬病呢 就是它鋁合金三角台 雖然不太會生鏽 可是它的龍頭就太輕 那太輕的情況下呢 會造成它的穩定度不好 所以它現在把電池移到前面呢 其實是好事啊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重量比例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下面的部分 這是260的疊盤 疊盤現在有加大了 然後 其實這個卡鉗還是一樣 沒什麼變 然後看到感應盤在疊盤上面 而且直接一體成型的喔 所以說這個 做疊盤的又要再新開模 把感應盤做在上面了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直接做起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到時候再看要怎麼樣去改這個疊盤 然後等廠商出疊盤以後 我們再來改喔 好 那 這一個其他的部分呢 車架這部分呢 我們等於要騎的時候才知道 然後中間的腳踏板打開 我看過了 它是汽油幫補的維修孔 光陽都是做維修孔比較方便一點點的 這個就是那個免啟動馬達的 裝置的ISG 就是之後會改成MGU系統的這個東西 不過光陽說他這一次自己就有一個回充的功能 所以當他在回充的時候 他在加速的時候 他就會再補充 然後提升他的力量 說他們原廠就已經有做了 不是說一定要用艾瑞斯的 那原廠有做大概只有2秒而已 就你回油的時候 他會回充電能 然後補油的瞬間2秒他會不充電 直接用電能加速 這是光陽自己原本就有做了 那電腦在這裡 這顆電腦到時候直接就可以整個換 那他的系統就是金兵系統了 就不會是像大樂一樣什麼西門子 這個整個是新的金兵七奇系 到時候直接更換就可以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空濾箱 非常非常的大 後箱非常非常大 集氣箱我們叫集氣箱 集氣箱非常非常的大 那這個集氣箱非常大的情況下 引擎的效率自然會比較好一點點 接下來就是水冷排一些的 那我發現他這個引擎是全新的 因為他的位置全部都左右顛倒 他火星塞在右邊 火星塞在右邊 然後他的左邊是水冷幫補 然後內電條 然後結溫器都在右邊 所以他整個都是左右顛倒的 這邊看到一個QR code 不曉得是可以掃是不是 然後附水箱在後面這邊 車廂這邊 所以說如果有要檢查附水箱的話 從後面這邊打開檢查 電腦維修插頭也在後面這邊 高壓線圈在這裡 那其實大致上大約是這樣子 那看到這顆後卡鉗 就是雷霆後卡鉗 然後排骨 接下來我們就是看一下他的這個 傳動部分 傳動組的部分 基本上他後組 一樣是可以用我們97M的GY6後組 他這個是雷霆系列的GY6後組 那不是大組的 那這個跟雷霆王不同 是小組的 然後開閉盤稍微不同 我們剛剛打開來看過 他是直勾的 那珠子重量呢 是11克 我們昨天有量過了 那大約是這樣 所以傳動沒什麼特別 我們就要裝起來 皮帶的規格呢 是BL A6 然後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 吊架的部分也是全新式的吊架 光陽很少出這種吊架 然後排氣管會繞過的 那整個部分看過來 大約是這樣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後輪框的樣式都有變啊 然後也有看到他的排氣管 排氣管現在也是做兩截式的排氣管 那水冷排這些 那大致上我們拆下來看的結果呢 是這樣子 車身骨架的部分呢 當然後面這邊有看到多一個鎖點 二話不多說我們現在進去拉馬力 看他的到底有多少 好我們馬力測試完 帶船的部分呢 是11.4 7785轉 扭力的部分大概10.6牛頓米啊 那大概就是 1.0公斤到1.1公斤左右 因為帶船的時候可以看到他的曲線呢 水平度算還不錯啦 那我們有拉到的時速呢 是 105 那這個是GPS有模擬路主是105的 那其實實際上道路的話 我覺得應該在110到115左右就很極限了 那當然儀表會有誤差 那儀表到底是多少呢 到時候我們在路上測試給大家看 那我們看一下他們轉速的部分 因為這原廠是帶船直接去測試轉速的部分 所以呢 傳動呢 他沒有辦法抑制轉速會往上升 所以他會直接跑到8000多轉到9000左右了 那這個時候已經到沒力了 所以說如果這台車在做改裝傳動的部分呢 他因為轉速不會上升 所以呢 他可以得到更好的速度 所以這個就是 傳動要抑制轉速 抑制在8000轉左右 那他可以拿到更好的效果 那之後呢 我們改裝傳動以後呢 再來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 那今天RTS呢 拆起來就到這裡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 之後 改裝 我再拍給大家看吧 掰掰